你自己去看那個西洋歌手 他們那個 他們在唱歌的時候會唱 譬如說 If I should stay I would only be 有進步有成就感了 有進步有成就感了 有進步有進步 哇好棒 好 接下來要講的是嘴型 唱歌呢其實分兩種嘴型 一種是圓形的 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種是微笑的 圓形是唱情歌 它是這樣子嘴巴很輕鬆的 嘴角不用打開 上下上下 這種唱法 另外一種是微笑型的 微笑型的話 比較簡單的方式 它就是你兩邊嘴角要往上揚 然後這樣開合 那為什麼要這樣咧 這種嘴型比較適合唱一些快歌 比較有power的時候 你會就是比較用這種方式 比較適合唱 是因為 在換 在 應該說嘴巴的空間比較大 你看 對對對 差異差在這邊 然後 會有人問說 那微笑型的 要開多大 我嘴巴要上揚多少 那其實這個話很簡單 你就拿一支筆 但是因為我目前沒有筆 你就想想看這是一支筆 然後你把它咬住 咬住之後 咬住之後 你把筆拉開 這個 這個 這個弧度 這個嘴角開的弧度 就是 你唱微笑型的時候 需要 開的 開的嘴角弧度 就不要過頭也不要太小 對 你自己 甚至你現在去看新聞台的主播 新聞主播也是會這樣子 也是會這樣子 就是在這個範圍 就OK 對 你自己看新聞主播他們在播報的時候 他們也是會有一個 嘴巴開合開合的那種 嗯 有有有 所以在唱歌的時候 先 用這兩種嘴型來練習 但是因為這首歌是擰下 所以等一下呢 你就是 先用圓形的方式 去唱 這很簡單 你就是嘴巴不要 不要開 不要 不要上揚就好了 然後盡量用嘴巴張開 張開來唱 等一下我們用這種方式練習 還有等一下舌頭的位置 好 舌頭的時候 舌頭的位置 唱歌的時候 你要把它擺在 下牌牙齒的 你就是用舌頭抵住你的下牌牙齒 這樣 嗯 喔 你這樣看著 不是不是 抵住你的下牌牙齒 嗯 就是讓舌頭在最下面 嗯 對啊 然後後面 你的舌背也要 凹進去 像這樣 對 對 我跟你說就是 這樣講的原因 雖然很邪門 但是 其實它是一個 不會去 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你舌頭很上面的話 我們想想看 舌頭它現在是這樣 嗯 假設你現在舌頭在這邊 那你聲音從這裡出來 是不是會被舌頭打住 有 有 你舌頭一定會 你舌頭要這樣子 它的聲 你想想光是聲波還是音量 就會直接從這裡出來 喔 你自己去看那個西洋歌手 他們那個 他們在唱歌的時候會唱 譬如說 If I should stay I will only be 他的舌頭是會 對 讓你的 擋 抵住你的 牙齒 它會讓聲音不會 直接擋住 但是 應該說東方的歌手 亞洲歌手 可能有些人 沒有這個習慣 但是因為 我平常唱比較多西洋的歌 所以 這種方式 不管你在唱音樂劇 或是聲音樂 或是唱流行歌 它都可以幫助你的聲音 更簡單的可以出來 喔 我真的不知道這個細節 我從來沒有看過人家舌頭怎麼擺 我也是後來人家講的 對 老師講的時候誰知道 所以我現在要先用圓形的嘴型 跟 稍微 督住自己舌頭放的位置 好 然後這邊都要Hold住喔 就是你的 丹鐵 你的呼吸 嘴型 舌頭 好 大概 好 半喝半喝 對 來吸氣 來頂出來 你唱 寧靜的夏天 天空中繁星點點 心裡頭有些思念 思念著你的臉 跟 我跟你說剛才的差異啊是 寧靜的夏天 天空中繁星點點 好像就 跟那個 寧靜的夏天 天空中繁星點點 嗯 差別在哪 嘴巴要大小 對 因為你剛剛嘴巴是 都沒有在動 對對 我剛剛有覺得我是不是嘴巴沒在動 對 好 所以 好難喔 就是 我要提醒自己這邊 要請 不然我們現在先 你先讓志祺 這邊先放鬆一點 好 這邊先放鬆 然後你練嘴型就好了 就是先花一點精神力在這裡 對對對 你先注意嘴型 寧靜的夏天 天空中繁星點點 繼續繼續 心裡頭有些思念 思念著你的臉 嗯 我覺得嘴巴 因為這首歌 剛好這首歌 它本身需要的張開閉合 比較少 但是你的聲音有丟多一點出來 好好練習 好好練習 好會會會 回去就是一樣 就是一樣 讓你唱 就是一樣唱三次 以上 然後盡量 每天 然後你要提醒自己 這些東西 都要做到 就是要呼吸啊 先呼吸 然後如果你一開始 覺得一首歌很困難的話 你就一樣 先從兩三句 然後兩三句 或是一段副歌 開始練習 好 這是今天的功課 對 今天的功課 就等於說會去複習 簡單來說 今天 對就是先把前面的繼續複習 然後再加上今天的功課進去 然後把它連串成一個複習 對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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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啦 好好好只能努力了 好 只能努力了 那我需要唱一次嗎 你要唱嗎可以啊 好 寧靜的夏天 天空中繁星點點 心裡頭有些思念 思念著你的臉 我可以假裝看不見 也可以偷偷的想念 直到讓我摸到你那溫暖的臉 記得喔 好 嘴巴嘴心喔 寧靜的夏天 寧靜的夏天 天空中繁星點點 心裡頭有些思念 思念著你的臉 我可以假裝看不見 也可以偷偷的想念 直到讓我摸到你那溫暖的臉 睡了 安心的睡了 睡了 安心的睡了 凝暈的夏天 吃了也睡了 安心的睡了 在我心裡面 靜的夏天 安心的睡了 我唱對嗎? 你們後面沒有拍的進去 但沒關係 輕鬆輕鬆 的夏天天空中繁星點點 心裡頭有些思念思念著你的臉 我可以假裝看不見 也可以偷偷的想念 直到讓我摸到你那溫暖 的臉 那是個寧靜 哈哈哈哈 來到寧夏的那一天 我不行了 先這樣先這樣 好 我跟你說在最後結束之前 剛剛那個你的高音啊 那是個寧靜的夏天 嘴巴張開 對 那是個寧靜的夏天 因為你嘴巴如果 你如果聲音沒有 你如果嘴巴沒有打開 你的聲音 它也出不來 你的聲音丟不出來 你高音也上不去 好 好 好 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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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音的時候嘴巴張開 嘴巴一定要張開 一定要張開 記得張開 加油 好 我感覺是 然後前面給的一些信心值 在最後的聲音上面打了一些回來 因為 應該說前面我們只有練幾句 前面幾句的話 短時間你可以抓住 但是這個東西要習慣 好 現在還沒有習慣 你一次唱整首話 太難了 好 就越級打發囉 OKOKOK 所以我現在目前的狀況是 大致上初學者一定會面臨到的打擊 對一定會 唱歌也就會這樣 唱歌也就會這樣 好大家都不要灰心 大家跟我一樣 從頭開始學的話就會遇到 打擊還多真的 還很多的 還很多的 加油啊 加油 好好好 今天的話 又是收穫滿滿的一天了 是讓蘋果又叼了我一些 上週學的東西 然後又融入到了是 今天教授給我的一些課題 然後功課剛剛也交代了 然後回到家的話也是 稍微要把今天所學的 再好好的練習一番 好的 那今天的話 影片就到這邊了 這也就是我們的第三集了 如果大家還沒訂閱的話 要記得幫我訂閱了 也要記得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 記得到圖琦搜尋 RABY7721 瑞比列車掌 也歡迎大家追隨和訂閱 訂閱者可以進入LINE群組 一起玩唷 按讚 按讚 按讚